恋爱期间她背着我与多名男性保持不重当关系 还有一名当事人男子的女朋友 发了她和她男朋友的聊天记录 还有一些照片 恋爱期间和多名男性爱美保持不正常关系 还晒出相关聊天记录 尺度之大不堪入目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陈飞抱军军所怀的孩子也不是她的 整个故事可以说是正随三观 虽然我很不理解她打她的做法 但出于愧疚和责任心 我想要对她更好 直到我自己才发现 原来这孩子不是我的 不过女方并不承认 各有各的说话 那时候她的原话是 赚的钱不都是我们俩的吗 但是最后所有的收入都归她一人 我并没有拿到一份